原来我们的乐宝并不是那种廉价的女妹 她是被鱼奶妈捧在手心里的宝贝我最喜欢的熊猫叫圆心 现在她已经在韩国生活了你好 江先生 我们以前在都江宴见过面 好久不见是啊 好久不见 去年圆心和华妮生了小宝宝 他们已经长大成了大小伙子 眼前这位女士是乐宝在国内的饲养员鱼奶妈 当时乐宝还叫圆心鱼奶妈 从圆心一岁多开始照顾她之后 圆心被送去林一动物园 借斩与奶妈分开了 得知圆心被选中前往韩国时 奶妈伤心的泪流满面 然后在去年11月底我接到了 林一那边的电话告诉我 圆心要被送到韩国了 然后每一次与熊猫的离别 让人难以割舍和思念之后 我专门去林一动物园 看她当与奶妈在节目中的 男朋友求婚时 乐宝还录了一段祝福视频 当与奶妈见到圆心的那一刻 她终于忍不住泪水涌出在韩国 向大家问好 请好好对待我可爱的与老妈妈 我在韩国很好 这里的奶爸奶妈知道 我喜欢滑梯 你对我做的那个滑梯 那是我熊生的第一座游乐场 是你亲手为我打造的 听说现在你到了熊猫幼儿园 成了更多熊猫小宝宝的妈妈 但是你一定不要把我忘了 要记得在韩国的圆心宝宝 永远想念着你我一定会一直健健康康的 等到我回国的那一天 就算已经成了老头子 永远爱着你的圆心 后来与奶妈还专程去韩国看乐宝 可见他对他的猪头心 有多喜爱幸运的事 乐宝在韩国 遇到了善良的江爷爷和宋爷爷他们 照顾着乐宝一家人 刚到韩国时 乐宝对新环境不适应 他出着小手 好像有社交恐惧症 但过了一段时间乐宝意识到 自己是来给财阀充当女妹的 立刻调整姿态 摆出国宝的架势 首先就是 他出了名的挑食 在一堆竹子之间 乐宝能够准确地 挑选出发黄的竹叶 闻到不好吃的竹子 还会皱着嘴巴 一脸贤奇的表情 挑食的样子 就像竹子制检员看起来 财阀家的女婿 不能受到任何委屈 不仅如此 乐宝上班 还喜欢偷懒吃饭 时能睡着 喝水时能睡着 甚至连打个哈欠 都能趴在桌子上睡着 不过我们的乐宝 可是一个技能高超的男人 他还会独门密集 倒立旋转他的男友力 简直爆棚现在 乐宝不禁娶了美丽富有的妻子 还成为了一个混世大魔王的父亲 可以说是圆满了 相信女奶妈也可以放心了屋里的宝贝 辛苦地带着孩子而塌的 好吃懒做的丈夫乐宝 则无所事实 一边翘着二郎腿打哈欠 不过仔细想想 也没什么大问题 毕竟对于女人男人 来说没有妻子管着 也不用带孩子傻小子 乐宝已经达到了巅峰 其实按照人类的血缘情感 去比较动物并不公正 因为大部分雄性动物 只是起到繁殖的角色诱人 基本上都是由雌性抚养长大 饲养员爷爷 多少有点为乐宝抱不平的意思 他们特地给乐宝播放 照顾福宝的视频 希望乐宝能有更多的参与感 看着视频里躺在地上做笔的妻子 还有旁边正忙着学走路的女儿乐宝 直直地盯着他们看 也许在血脉传承方面 乐宝也能有一点情感的滋养 乐宝也不过看之了 或许在血脉的传承上慢想 乐宝也能有淡不多的情感去酿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 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 订阅我 再见